魔术和篮网的惨烈对决已经正式结束了 这场较量也因为疫情的影响 变成了极为惨烈的争夺战 在比赛开始之前 两队合计有24人触发了健康与安全协议 因此不得不纷纷用困难条例 签下一些临时工来应付本场比赛 即便如此双方 也分别只有8人和9人出战比赛 而篮网这边 尽管梅尔斯拿下了23分 而且新秀杜克莫杰轰下16分 却无法阻止球队落败的命运 本场比赛之前杜兰特以及欧文 由于触发健康安全协议 因此两人也不得不双双确证了比赛 再加上之前的哈登和阿尔德里奇等人 他们本场只能以8人出战本场比赛 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 他们用困难特例签下的加洛维 以及恩尼斯三世等球员 甚至首发名单中 除了梅尔斯和格里芬之外 几乎都没人是球队的主力球员 而且球队从第一节开始 就陷入了落后的局面当中 不过他们也一直都没有放弃 尤其是最后一节时 他们也在新秀杜克的带领下 开启了疯狂追分模式 但依旧没能完成逆转 最终以7分的分差遗憾输球 不过球员们也算是做到了 虽败犹容的地步 虽然连胜被终结了 但球员们的努力还是值得尊敬的 而本场比赛篮网 之所以会输掉最终的对决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在进攻端 过于依赖自己的魔球体系 全场比赛 在外线合计出手了46次 占到本场出手次数 将近一半的水平 却仅仅命中九球 而且因为哈登和杜兰特等人的缺阵 也让他们少了能够突破 吸引包夹的攻击强点 这也导致了对方可以肆无忌惮地 铺防他们的外线 外线自然是很难打开局面 输球也就是随之而来的事情 其实本场他们在三分线以内的效率还可以 尤其是格里芬在内线强吃的三个上篮 也全部都打进了 但是他们还是过度 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外线 本场比赛让不少球迷 看到了这只篮网的任性 他们面对着很多球队 也都有着一战之力 即便主力球员全部确证的情况下 他们依旧不畏惧任何对手 单主教练纳神却有些太过固执了 执教经验属实有些不足 而且就目前来看 格里芬基本无缘下一场比赛 不知道纳神又会如何排兵布阵 帮助球队避免连败呢